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蛋挞 不用带奶油也非常好吃 在盆中加入100克的纯牛奶 然后我们加入15克的白糖 我用的这个是棉白糖 我们用细砂糖也可以 用其他的糖都可以 然后我们给它搅拌开 这个蛋液搅完以后我们给它过滤一下 这个蛋打皮是中号的 直径大概7厘米左右 这个塔皮我们用的时候 直接从冰箱里取出来就行 不需要提前解冻 然后我们加入蛋液 加入8分板就行 我们这个量正好是6个塔皮的量 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直接给它放到烤箱里就可以了 好嘞 哇,太漂亮了 看这颜色 这个蛋打烤好以后先别着急吃 让它降降稳 咱们来看一下 非常的嫩 这个烤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 等我们这个表面有虎皮板的时候就可以了 如果烤时间太长了 咱们这个蛋液就出现蜂蜂状了 吃的时候口感就差了 来尝一下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跟在肯德基吃的味道差不多 跟在肯德基吃的味道差不多 好